27号晚间简安箱发生一起危险的驾车行为 一辆小货车在台11丙线上北往南方向行驶 但是乘客却不是坐在副下驶座上 而是整个人趴在车顶 过程全被后车的行车记录给拍下来了 七趴行经在网路上疯传后 除了引起大批网友热议 也受到警方的关注 将对驾驶人进行开罚 来往车流行进入口停等红灯 这画面在平常不过 但仔细一看其中一台货车上 竟然趴着一名红衣男子 这种危险的驾车行为 让不少人看了都是捏一把冷汗 这起事件就发生在27号晚间6点左右 小货车在台11禀线上被往南方向行驶 但乘客却不是坐在副驾驶座上 而是整个人爬在车顶 过程全被后车的行车记录器给拍了下来 七趴行经在网路上疯传后 除了引起大批网友热议 也受到警方关注将对驾驶人进行开罚 警方经过调查后 23岁的王姓驾驶声称 当天是为了要调整天线才爬到车顶 但过程中却一路在台11禀线上狂飙 明显已经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 而他也因为持有自拍驾照 驾驶手排货车 因此一连吃了两张罚单 实在是得不偿失 记者徐立清吉安相报导